画面中可以看到 远警拿着枪支左右查看 虽然是塑胶玩具枪 但警方也不敢大意 台中一名14岁的蔡姓少女 2号上午借车载朋友兜风 却在石甲东路上撞上轿车 无罩驾驶的行为也东窗事发 警方到场后开了一张无罩罚单便离开了 没有注意到当时车厢内掉出了一把手枪 车祸照片被放到网路上后引起热议 警方得知后也立刻展开调查 让我们来听一段访问 原来当时坐在后座的刘姓少女 看到有枪掉出来 怕节外生枝 就用外套把枪盖了起来 警方经过调查 确认车厢内放的是玩具枪 但对于没有正当理由 携带违禁品的部分还是得依法查办